举兵凡青 光复大明 国会三足足的江山 多日不见府台大人 却是显得轻瘦了些 下官惹出来这么大的乱子 不得不劳烦钦差大人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你这是哪里的话 咱们同属上三棋里营守望相助才是 区区一点小事还值得你这般客气 一个下午期台上来的 居然也一口一个上三棋 跟谁俩呢 不知万岁爷的意思是 万岁爷仁爱百姓 知道这次的乱子多半都是官逼民反 所以要求咱们勿以宽府为上 说起来 诸逆起于衍州府治下的营养 又流算至宜州治下的蒙英 而陈泰来则是在济宁举世 由此可见这三地的百姓到底都受了什么样的罪过 下官身为山东巡抚 实在是愧对万岁爷的看重 这三个地方确实该好好整治 不过那陈泰来毕竟是济宁河道总督 关乎曹运大事 所以中堂跟本钦差的意思都是先府为上 既往不救 你们还真当本都是傻子不成 陈总督既然不信 那咱就把话挑明了说 和中堂的意思只要你愿意自裁 保你全家人和手下无用 事胜事死可全在你一念之间了 这种屁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和中堂的计划不就是先接受我陈某人的投降 然后把我手下的这些兄弟们都打在混边 这样一来 三股反贼去其一 等到山东之乱彻底平定之后 朝廷便会寻个由头先打我陈某人 然后把我一家老小给宰个金光 要不然乾隆老狗被堵在山东 不能南下的这口恶气吐不出来 陈泰来看清了这次招降的本质后 立马叫人把传信的两个达子给销售失重 随后就把一众幕僚给召集了过来商讨对策 哼 本都已经命人把使者的脑袋挖到乞丐上去了 现在想请几位先生分析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东翁既然已经对达子痛下杀手 那就干脆把事情做绝 难道本都做的还不够绝 杀了达子的使节不过是坚定了东翁挥下将士们反清的决心 医学生之见不如趁此机会派人把锦宁境内的满大爷全都抄家问斩 不仅能充实军饷 也可以让将士们知道后面已经无路可退 传本都将领把锦宁境内的满大爷全都抄家问斩 遵妙 先生们可还有其他的计策吗 学生以为应该派人去联络一周的朱密 还有善线的八卦教 正所谓独目难知 要是达子全力尽脚 东翁又能支撑多久 若是联合他们 咱们锦宁这边的压力也就小得多 之前本都不是带兵进脚朱密 那姓朱的能同意跟咱们结盟吗 可别忘了锦宁和一周之间隔着一个眼周呢 联手把眼周给瓜分掉 在利益面前他肯定会同意 锦宁和道总督陈泰来 邀请咱们出兵瓜分眼周 水打下来的地盘就算水的 大家伙怎么看 大当家的 这陈泰来之前还跟着明星一起进脚咱们来着 现在忽然举起了反击不说 还要跟咱们共分眼周 其中怕不是有诈 他之前跟着明星围剿咱们接连失败 他不反估计得被明星拉出去当替罪羊 所以有诈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要说能信得过 那完全是扯淡 说难听点 他陈泰来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 陈泰来之所以邀请咱们共分眼周 估计是因为达子的钦差 已经率火器营到达济南的原因 大家都听到了 陈泰来可不可信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达子钦差 已经带着火器营来了 如果他被灭掉了 那么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咱们 那大哥的意思是答应陈泰来 但是怎么个分法 却得好好研究 按照咱们所在的位置来看 以四水线为界 咱们取其东 让陈泰来取其西 同时咱们不光跟他分眼周 同时还要进去泰安府 咱们拿下肥城以东的地界 他拿下肥城以西 这样一来 不就挡在了陈泰来的前面 一旦达子进脚咱们 就得手当其中 大当家的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凭什么咱们要替陈泰来挡刀 你们仔细看地图 再想一下 我之前跟你们说的根据地 和游击区的不同之处 大哥的意思是 咱们占了泰山 同时又能前置住几宁河道 二弟 你多少有点进步了 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想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主要条件就是 能有一个立得住脚的地方 之前咱们实力不济 只能看着泰山流口水 至于说替陈泰来挡在了达子前面 即使换个角度看 何尝不是替咱们挡住了身后的达子 哇 刘逼 还有一点就是陈泰来的存在 对于推翻达子非常重要 难道就因为他钳制了达子的草运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陈泰来最重要的作用 是因为他的存在 会使得达子朝廷 对汉官充满猜忌 尤其是领兵的将领们 那咱们就干 我先带人去打四水线 然后直奔泰安府 等拿下泰山之后 便将附近发展为根据地 让严州府和泰安府的兄弟们 做好准备 请公子爷放心 怀文书抓紧时间 多造一些手榴弹跟地雷 碎发枪那边也要加快进度 大当家的放心绝对误不了事 公子爷还有一点 这次乾隆调来的是火气营 只怕仗没以前那么好打了 跟火气营正面对上 确实不好打 最好的办法就是事先知道 达子的行军路线 找到有利地形 用地雷埋伏他们 要是不方便用地雷埋伏 咱们就必须事先占据有利地形 居高临下扔手雷 大哥说的不错 咱们现在实力不济 确实没办法跟达子硬碰硬 只能想些取巧的办法 科志明达子行军路线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公子爷放心 情报这东西还不是手道擒来 陈泰来这个王霸独子 不肯接受招负 曹运不稳 京城必然会震动 更关键的是 朝堂上肯定会出现满汉相攻的局面 来人命火器营两千人改到锦宁